农历新年将至受到疫情及居家令的影响 安大略省华裔居民今年需居家过年 而大多伦多地区华人超市的老板表示 今年的年货销售量不景气 较去年相比下跌了三分之一 虽然安省这个阶段的居家令将于2月11日结束 但届时政府是否会将居家令期限再延 目前还是未知数 疫情下人们走清房友的机会大大减少 对年货的需求也随之减少 在华人聚居的万景市 有超市老板表示 该超市在近期上市的年货 既有从中国大陆进口的 也有在本地制造的 品种与往年类似 但从目前的销售情况来看 销量并不理想 他分析说受到居家令的限制 居民在今年的春节 无法像往年一样上门给亲朋好友拜年 加上疫情导致经济不景气 一些人在疫情期间失去了工作 导致消费能力大减 去年第一次封锁期间 到超市购物的人会将整个购物车堆满 但现在这种景象已不常见 消费者在购物时节省很多 价格贵的商品买的人较少 很多人会挑售价便宜的商品 最明显的结果是 价格比较贵的 进口水果的销量不佳 米歇沙加市一家华人超市老板坦言 今年完全没有过年的气氛 每个人都减少外出 人们每次外出都戴口罩 即使去超市购买食品和日用品 也是速战速决 人们无法在没有精神压力的前提下 购物和走亲房友 他还指出 由于在本地销售的年货 大多来自中国大陆 受到疫情的影响 超市订购的货物无法准时到货 拖延的时间最长达到三个月 这也对超市年货的销售行情 带来负面影响 有调查显示 在政府的补助下 消费者收入虽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但受疫情影响 他们尽量减少了出门次数 每次购物都会尽量采购足量食品及用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